大家好 我是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頻道的阿倫 今天這部影片很簡單就如標題上所說的 就是讓大家來看一下我整理房間 整理工作室的一個簡單的小影片 因為其實說實在我平常是比較屬於那種 就是會弄髒房間 而且會弄得很亂 因為東西可能隨手就會丟之類的 可是我通常都是會過一段時間 就會好好的把它整理一次 所以今天先讓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我的工作室有多慘吧 首先可以看到後面這邊 全部都是一些我的設備 包包 還有一些什麼攝影機也都亂丟 真的非常的亂 其實說實在的在拍這個之前我還滿掙扎 要不讓大家看到這一面的 不過我覺得就是面對它 解決它 處理它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就是讓大家來看一下 就是我來整理我的房間 另外還有我的工作的桌子上也是 像之前各位大家有稍微看過 就是我在拍那個曲面螢幕的時候 也為各位大家稍微帶過一下我的工作桌子 然後工作桌其實說實在也是非常的亂 所以我今天就是想要趁這個機會 好好的把這邊全部都大掃出一下 因為其實說實在在乾淨的環境工作 心情也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就來跟著我一起來 進行我的房間打掃囉 然後我會把那個相機固定在這邊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我在後面這樣打掃的一個過程 然後圖中會用縮時的方式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囉 OK 那我們現在開始整理囉 好喜好看 好 來吧 對 現在這邊目前是清完了 可能大家看到過好像只是把它移到邊邊 不過大部分應該是像這樣子的吧 然後接下來是桌子那邊 桌子那邊應該也要稍微清一下 那我們現在去桌子那邊看看吧 OK 我現在大致上整理完我的工作的區域了 對 還沒有百分百完成 因為還有一些像是比如說電池類的東西 我本來比較還裸露在外這樣 這些就先暫時 先暫時這樣子吧 對 然後以上就是我這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一個縮時打掃房間的一個影片 沒錯 這個影片就是純粹的看我打掃房間而已 對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平常一些 日常生活的一些影片的話呢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我也會平常也會分享一些 比如說我在日本碰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給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什麼聲音 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追蹤一下唷 然後你們呢 你們有多久沒有整理的房間呢 你們是跟我一樣會這樣子累積到一定程度 在一次整理起來呢 還是說你是隨時都會注重自己房間的整齊的人呢 不管你是男人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唷 好 那今天的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